那我點一個好不好 蜈蚣 等一下 是 好像 他有蜈蚣喔 你點一個 蚊子 蚊子 蚊子好 好笑耶 螳螂 螳螂 其實是一個很細心的男生 跟他在一起 雖然說他的形象上 稍微搞笑了一點 但私底下的他 真的對那個女朋友照顧得很微不至 我跟你講我在演藝圈很少輸的 我就輸個九孔而已 他那個 他那個已經可以說是到了溺愛的程度 溺愛的 對 真的跟他在一起 這個女的多幸福 福氣 連呼吸都不用 他的幫助了這樣 幹嘛 我早就風風了回來 我跟你講 誰會模仿的人比較多 當然是我 比如說你模仿過大概多少人 其實我們有做過一本造冊 大概六七十個 我如果連昆蟲都加進去的話 應該有七八十個 但昆蟲就佔了三十幾個 真的假的 那昆蟲三十幾個 你們哪一個會演昆蟲呢 沒有沒有 那我點一個好不好 蜈蚣 等一下 是 好笑 他有蜈蚣喔 你點一個 你點一個 蚊子 蚊子來 蚊子來 蚊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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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孔模仿幾乎都是偶像 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你為什麼都在偶像派的呢 因為有一天忽然我們的大哥 偉中哥 他覺得說 酒孔其實是很帥的 蛤 他打從內心的世界當中 他發覺了我的帥氣 偉中哥眼睛太小了 對不對 沒有 其實不對 因為偉中哥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 他就是一個 把他做造成偶像 那所有的偶像 當大家的印象都破滅了 他就很樂於做這個角色 做一個反差就對了 對啊 周杰倫也是他 他周杰倫哪裡像啊 他哪裡像周杰倫 你跟我們講 喝喝喝意 就這樣子而已啊 誰都會 然後什麼 什麼 安西線也是他 吳建豪也是他 哪一個像 我就不曉得 吳建豪很像啊 很像嗎 那個舞蹈一出來那個有沒有 沒有 好像RAN 有沒有這樣子 是… 是不是 這舞蹈跟RAN完全不一樣 RAN是不一樣的 因為是這樣子有沒有 我都會啦 我都會啦 才讓你來跳 你不要去目前 你現場叫他賣一段 我都不要打擾他 他氣味 我跟你講 忍到冰點 等一下 你剛剛這樣子講 鴻哥 你這種觀點論掉 你們是製作人同意嗎 沒有…製作人是一再的制止 但是制止不聽啦 制止不聽你知道嗎 他說製作人就是 算了啦 看得沒有怎麼樣 反正往上就講 就怕不見了事情 我跟你講 他就這樣子啊 製作人制止我還會聽喔 就不聽了這兩位大哥 這團隊當中 郭哥 台哥 趙哥 你懂什麼 那我忍不住嘛 那那個猴哥 你今天現場就 賣一次喔 因為你從來沒有賣完過 你沒有賣完 今天讓你賣完 賣完 好不好 好 預備 起 各位 我是美女大師 今天每次叫我林老師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看到了 大家的生活過得非常的怎麼樣 對 非常的煩悶 煩悶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把自己的心情 要放開一點 但是什麼樣的心情 能夠讓你生活過得很幸福呢 對 今天呢 林老師不是要賣東西 我們要介紹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這個是什麼產品呢 對 這產品的名字很長 我們要好好聽清楚一下 這叫叫天天主義 叫天女 不理包是棒打 老虎機智蟲是打狗棒 這個打狗棒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它有五個好處 你今天這個比較短一點喔 對不對 你不想說人家會吐槽人家 然後你一定會面對對不對 對 而且很奇怪喔 一般會講到棒打老虎機智蟲 就要被咔掉 你們沒有咔掉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 對… 我早就想咔 你為什麼不咔呢 你為什麼不咔呢 那你要咔嗎 我跟你講 他現在養成一種依賴性 他現在很棒 開場那個歌太難聽了 要不然你唱前面那個開場 你看 大家好 我是正團的姑娘蘇銀貴 蘇… 鷹… 櫻… 櫻… 蘇銀貴 無敵蘇銀貴… 無敵… 開場很好啊 不好嗎 還有什麼要指控的 貪小便宜 當然貪小便宜啊 不是 我跟你講我請他多少錢 換小便宜 換他吧 九尾…你來了 九尾… 他有跟我講過 他有跟我講過 真的… OK 來 他好像人貪小便宜 還我啦 你是耳朵還是重聽啊 你們三個 剛才是不是都大概在講 對不對 你擔心我們看不需要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還是打電話啦 大排晚一點講嘛 大排後講 不是 因為他講完我也沒哏啊 其實有個最大的 我覺得最大的 對他爭取的地方 因為我經常會跟他上節目 其實我是很不願意的啦 但是他們對方… 你可以走啊 你讓我講話好不好 他製作單位會跟我講說 孔哥說子丁 一定要你來上節目 我什麼時候子丁你啊 你每次製作單位都這樣講 在這部節目也說 孔哥說你不來的話 製作人 郭哥媽媽要做人 誰啊 那算了 不是 我不是說 我就是很想很誠懇的 問你一下就說 我有打電話給您說 一定要他嗎 不是 是製作單位打電話給我說 是你講的 然後我們上了節目之後 你知道嗎 大家一個很好的開場 他就會很害你 你知道嗎 那一開始就想說 特別來賓怎麼是他啊 這麼小趴啊 不要練啊 你知道嗎 一次喔 OK嘛 兩次無手有沒有 三次就翻臉 每個節目都這樣子 反正三次感覺就像真的 對啊 你們覺得誰比較紅 其實我覺得用 認為自己比較紅的請舉手 很謙虛 認為對方比較紅的請舉手 你看到我沒有舉手嗎 你的手只有在左手跟右手 你中間那個舉起來有用嗎 去試試看嘛 好 你覺得你比較紅 你比較紅在哪裡 其實也不是啦 其實我覺得這是 風水輪流轉的一個問題嘛 是 你看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大師兄了 葉教授真的非常紅 這就造型的啦 是 那我們在有那個團隊當中呢 其實有他和有我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的 什麼這樣講 那個節目呢 最重要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郭哥 一個是台哥 沒有他們兩個是不能做的 是 那其他的只是搭配性質 今天如果說他要離開這個 全民大悶國的話 也OK啦 他也可以照亂 因為我們 我要離開全民大悶國 也照亂 因為我們有試過一次嘛 有試過一次都沒有用到九孔的 你收視量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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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現在在內心很真很在聊 你在做這個幹嘛 不是啊 你想說什麼 沒有你也沒有關係 沒有我也沒有關係 沒有你真的沒有關係 那沒有我就不知道了 你應該還不錯啦 其實我看了一個 有提到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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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別提 就是現在在那個演藝圈 有一個 我們以前學校出來的九孔 他直接寫名九孔 真的喔 他非常佩服他 到現在為止 他把那個飛行的一些程序 背得鼓掛來 因為他只要上節目就會講一次嘛 他一個月上二十幾次了 他哭獎還誇獎你不錯啦 對不對 九孔 你在今天讓我 再講一次 電視機前面的少將 再測一下 那下場還是被開啟 謝謝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稍微感情 不是 你這樣好像結尾卡 就是印證的 我都每次都講了一嘴的好馬子 你現在把那些空軍官校的 或者認識空 現在這個空軍飛行員的教授 還不一定會背勒 對 我知道啊 對不對 表示你的用心 昨天我們去棚裡面 探彭哥的班 對不對 那彭哥也說我 拔了一嘴的好馬子 那應該跟他拔 全國的武衣朋友講 九孔其實是一個 很細心的男生 跟他在一起 雖然說他的形象上 稍微搞笑了一點 但私底下的他 真的對那個女朋友 照顧得很危不至 我跟你講 我在演藝圈很少輸的 我就輸個九孔而已 他那個 他那個已經可以說是 到了溺愛的程度 溺愛的 對… 真的跟他在一起 這個女的多幸福 福氣 連呼吸都不用 他的幫助了這樣 幹嘛 我找個送風了回來 我安寧照顧嗎 安寧照顧嗎 安寧照顧嗎 我們形容死了 其實我覺得 在單身和這條路上 我們兩個也走得夠辛苦